我们一直在讲启示录 我已经讲了两次了 然后我们继续讲下去 但是我就想一下 我们需要明白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事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整体一点的 一个我们圣经里面叫做中末论 Eschatology 讲起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 其实一点也不难 什么叫Eschatology 是Eschaton这个词出来的 这个希腊文这个词 意思就是说中末的意思 或者终点 就是最后the end的意思 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经文 是跟这个中末论有关的 Eschatology有关 其中一段除了在启示录之外 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 所以我们今天花点时间去看《马太福音》第24章 一个很出名的广道叫做Oliver Discourse 意思就是说是橄榄山上的广道 一个整段的经文 整段的经文 就记住了耶稣基督在革岩山上面对着耶路撒冷 来说了一篇的说话 这篇的说话是说到耶路撒冷的聖城 圣殿的将来和世界中末的将来 所以因为在革岩山上说 我们就叫他做Oliver Discourse 一篇的广道 但是我们每次看一段经文的时候要看上下文 上下文发生什么事呢? 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21章的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荣进耶路撒冷 你记得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就是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星期发生的事 荣进耶路撒冷就是Palm Sunday 就来到了Palm Sunday 然后就进去有洁净圣殿 有冲突等等 接着就是到24章 讲到耶路撒冷的将来就是Oliver Discourse 所以我们试一试看这一段的圣经 就是耶稣基督未上十字架之前的几天 来说的一段的圣经 24章第一节 耶稣出了圣殿往前走的时候 而门徒就将圣殿的建筑指给他看 我们现在看那个方向 这张照片拍的地方 就是在橄榄山上拍的 是对着这个现在的Temple Mark 上面有金顶 称之Doom of the Rock 以前他们看见的就是当时耶稣时代的圣殿 差不多这个你看到 四四长长方方的一个平台 是当时希律的非常宏伟的圣殿 你今天去到这个西墙的地方 或者去到西墙下面 有一个叫西墙隧道 很多时候旅客都会去看的 那里留下了很多城墙的大的石头 那些石头是几十尺长 几米深的 最大的那块是五百多六百多吨 是一块石 所以那些门徒指着圣殿的建筑宏位 告诉耶稣听 他们好像乡下人出城那样 这个圣殿多么伟大的建筑 其实是当时古代七大奇迹 Seven wonders 可以比美的一个建筑物 大希律所建的 所以在后期的拉比的文学 甚至说如果你没有见过希律的圣殿的话 从来没有见过 有生之年都没有见过一个宏伟 华美的建筑 所以这个可以明白了 为什么门徒出圣殿的时候 就跟耶稣说 你看看这个圣殿是多么宏伟 耶稣的答案当然跟门徒不同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不是见到这一切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在这个圣殿 必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 每一块都要被拆下来 这个是一个很惊人的宣告 门徒就问耶稣 暗瓦底来去问他 当他坐在橄榄山上面的时候 门徒就暗中来去问耶稣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 就是说圣殿被毁的时候 另外你降临 和这世代的终结 有些什么的预兆呢 有些什么的兆头 这个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所谓在末世 兵方马链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这段圣经 就是Oliver Discourse 之后耶稣说 圣殿被毁 到底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当时会是怎样 还有世代的Escatron 的终结会是怎样 所以我们首先要想一想 正如我们之前说的 《启述》也是一样 我们说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先不要当它是 就是先写好的报纸 想清楚当时第一世纪的门徒教会 会怎样理解耶稣以下说的 这段圣经是比较长的 我也不想把它割出来 所以我们看多一些 第四节 耶稣回答他们 回答那些门徒 他说你们要小心 不要被人迷惑 因为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义来 说我就是基督 要迷惑许多人 你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奉行 这个和本 你们要小心 不要警方 因为这是免不了的 不过结局还没有道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到处有饥荒和地震 这一切不过是苦难痛苦的开始 那时人要把你们送去受苦 杀害你们 你要因我的名秘万民去恨户 那时很多人会失去信仰 彼此出埋 互相恨户 有很多假才知出来迷惑很多人 因为不法的事增多 很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 唯有堅忍到底必然得救 这福音 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向万民作见证 现后结局 The end 才会来到 在这里讲了所谓末世的征兆 我想一些比较年长的 或者甚至跟我这代 或者比我更前一代的 可能听过很多的讲到 讲到末世末代的征兆 都是出自这个Oliver discourse 这里提到什么呢 有假先知 有假基督出现 有战乱 有地震 有饥荒 有迫害教会 等等这些所谓的science of times science of end times 我怕我们的方法一定要搞清楚 第一世纪的教会 就是大概AD30 那一代有40年左右 30至70 AD30至70 他们怎么去理解这段的说话 假基督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有地震有饥荒 教会被迫害被打压 不法的事争多 許多人失去信心 尼弃主 爱心冷淡 天国的福音全遍天下 他们会怎么去理解呢 很多时候我很不理解 现在我就很不理解 以前读神学的时候 读新药圣经的survey的时候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没有什么 读新药以外的一些文献 我自己毕了业之后 传道的时候 我看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新药以外的 一个历史学家写的东西 就是Josephus 约失夫 约失夫写很多东西 都是新药背景 是不能够没有的 我们要明白新药圣经的时候 就需要明白他所写的东西 在约失夫的记载里面 在耶路撒冷被毁 就是AD70前后 发生了什么事 很详俊地来到他记载 因为他首先是犹太人 他也是祭司 他也是去到参与 第一次反罗马革命的 其中一个将军 他就带领他的子弟 去对抗罗马军队 然后他就明白 当这些罗马军队打到来的时候 不够他打 所以他便捷 他就亲罗马 然后被罗马将军去重用他 所以他是有份参与 在公元后 主后70年 耶路撒冷被毁 罗马军队去攻陷耶路撒冷这一场仗 他是做他们通风报信的 所以有很多犹太人到今天 都觉得这是一个出卖他们的人 但是他完了这场仗之后 他就写了很多很多有关AD70里面发生的事 并且非常详细地说到当时有很多的假先知出现 当时的战乱 罗马帝国的外忧外患 或者当时第一次反罗马革命里面出现的不同的党派 犹太人的党派 他们之间彼此去到狗咬狗骨等等 地震他都记载不少 除了他之外 当然有其他罗马的历史学家 饥荒严重的发生 这个不单止Josephus有这样看 《士图行传十一章》也都有这样看过 迫害教会我们更加不需要讲了 所以可以见到 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那一代四十年 由三十至七十 七十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 这四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Josephus的历史的著作里面 有详细交代 在罗马的历史学家 他们留下的著作都有详细交代 当时是一个兵方马乱的一个时候 所以你可以见到这些所谓的征兆 其实在当代的教会已经是看到的 你说不是的 第十四节说什么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这个肯定当时不会吧 是不是 如果你看看其他的新的经文 你就看到他们当时 in some sense 但是 连保罗都认为 这个福音已经是传遍天下 《哥和西书》一章 六节 二十三节 福音已经传给天下的万民 普天之下 所以 in some sense 对当时的第一世纪的教会来说 他们有理他 绝对有理他 是相信人子是随时会阻碍的 特别是AD70年 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 他们有理由 绝对有理由相信 在他们有生之年 人子是随时会回来的 所以启示录所记载的 就是这一段时间 特别是AD70年之后 他们已经见到这些所谓的signs of times 见了这些末代eschaton 应该会发生的这些所谓的正常 然后二十四章十五节 我们继续看 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当你们见到但以你先知所说的 那造成荒凉的可憎者 站在圣地的时候 读者就必须要领悟了 Let the reader understand 当时就会有走难的时候 那些日子如果是怀孕的 是预养孩子的友和 你们应该祈求 祈求什么 就是你们走难的时候 不要是冬天 和不要是安息 因为那时必定会有大灾难 这是从世界的开始 到现在未曾有过的 以后也必不再有的 如果那些日子不减少的话 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 但是为了选民 tosen people的缘故 那些日子必会减少 那造成荒凉可憎者 这个是《大人以理书》 七章九章等等 《天解文学》里面出现过的 就是那一位去到在圣殿 去到建立或者set up一个的 idol去污蔑圣地的 那个的王会出现 如果你看一下旧约的历史 问一个犹太的读者 犹太人 他们就会告诉你 有好几次在历史里面 已经出现过 586BC 巴比伦军打到来的时候 毁灭圣殿 污蔑圣殿 主前167年 当时马加比时代的之前 那个希腊的一个很 大家听到 臭名远播的一个王 来到去污蔑耶路撒冷的圣殿 到AD70 主后70年 圣殿被毁 其实就是历史重现 这一位造成荒凉的可憎者出现 当时耶稣说到 如果你看到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即是AD70 你就会看到什么 就是末期已到 Last days已到 你们就要走难了 希望那天走难的时候 不要是冬天 不要是安息日 因为如果你这样 就走不了 初期教会历史 圣经以外所记住的 就是AD70之后 耶路撒冷的一些教会的 大英姊妹 这些信徒 犹太人的激怒 就是走难去了 由撒冷北边 约达河东以外 一个地方 叫做Powler 一个古城 在那里避难 所以再次你看到 对当代的人来说 是一个 不是写给二十一世纪 将来二千年之后 发生的事 是当代就见到 眼前就见到 二十四章二十九章 那时日子的灾难 光过去 70 AD70 光过去 太阳就变黑了 月亮也都不会发光 那时日子的灾难 众星会从天聚落 天上的万丈震动 那时人子的征兆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你要见到人子带着能力 满有荣耀 架着天云降临 没发生 再次 如果你没有看过《新约》 《圣经》以外的记载 你就不会知道 对当时的人来说 是曾经有这样的事发生 刚才我提过约瑟夫 约瑟夫的犹太战士 Jewish Wars 第五至第六章 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看 他就说到当时发生了什么 特别 就是六十年代尾的时候 耶路撒冷就快沦陷的时候 约瑟夫曾经提过 他说当日日落的时候 就有见到战车和军队 在云上出现 是包围耶路撒冷 这是一个沦陷的空笑 你儘管回去看看 为什么会提到约瑟夫 刚才我所提过的一些细节之外 就是他是一个所谓 不是新约教会里面的人 他是一个外人 因为他不是信基督 但是他看到的东西 就是当时 耶路撒冷被毁之前 发生的天象和歧视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Oliver Disquist里面 所提过的所谓science of the times 其实是第一代的信徒 已经见到目现眼前的事实 The last days has begun 末世已经展开 已经开始 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 你就会发现 圣经里面说的中末论 到底是一回什么事 第六节 第八节 第十四 第二十一节 这里又好像在说一些 不是AD70年的时候会发生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说到 打仗的风声 这是少不免的 不过结局 the end还没有道 这个只不过是痛苦的开始 其实原文是birth pains 这三个儿子的妈妈就知道 当你震痛的时候 孕妇生产的震痛 就是会越来越剧烈 会加剧 就是说 所谓的science of times 其实就是震痛的开始 会继续加剧 会继续加剧 第十四节 福音要全面天下 向万民作见证 然后the end 结局才会来到 二十一节 那时必有大的灾难 是世界开始和现在未曾有过的 以后也必不会再有的 这个应该很清楚 到我们今时今日 主后七十年 耶路撒冷 胜城被陷 当然是 胜城淪陷 当然是一件很不简单 很艰难的事 但绝对不是我们历史里面 最艰难的时候 在我们中间有一些走过难的 你们就知道 那些的战争 那些的迫害 肯定是比主后七十年更加厉害 所以耶稣在说的是什么呢 耶稣在整个的马特方二十四章 Oliver Discourse 就说到一方面 预言圣殿是被毁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夹杂了很多 是世界中末的时候会发生的事 所以一方面说的是AD70 另一方面说的是 The end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两样混合在一起说的 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 护世论或者中末论 一个比较棘手的地方 到底谁打谁 还是是混合的混为一谈 为什么要混为一谈 其实混为一谈 当然有它的道理 因为在犹太教里面 特别在第二天堡的犹太教 他们认为圣殿备毁 是一个世代的终结 另一个世代的展开 对不对 即是古代代要离开 结宗 然后新世代会到 那个marker就是圣殿备毁 另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就是你记得了 开始的时候 门徒问什么问题 门徒就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件事发生是会怎么样的 即是说这些石头被推临圣殿备毁 华丽的圣殿备毁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 这是第一个问题 接着他们又问多一个问题 你的降临和这世代的终结 有什么预兆呢 这些就是Sunday School 那些不好的学生 无端端问 为什么问两个问题 可以问一个 问完这个 他答完再问第二个 那我们今天就会很清楚 对不对 但是他们就要问多一个 所以耶稣一答就答两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Oliver discourse里面 就有夹杂了圣殿备毁当时发生的事 也都有世界终末的时候发生的事 但是其实这样看也有它的好处 因为看到圣殿备毁的时候 这个是铁一般的在历史里面的事 其实AD70其实是一个预演来的 好像你看一部电影 未看之前 你有看附近 到看完整部电影的时候 附近预告片里面 所发生的画面 就会重演了 或者你可以作一个比喻 你去听一个很伟大的音乐 就是Bedophon的Symphony 5 第五交响乐曲 你有没有印象 这首交响乐曲是怎样的 这个的pattern 三粒音再加一粒 这种这样的音的pattern 就在整个的交响乐曲 由开始的时候聚曲 去到奏出来 然后你继续听每个movement的时候 这个pattern又继续不断重演 不断去intensify 不断去到更加强烈的 来到去演奏出来 声电备毁 AD70 至到今天 就会有很多这样的 所谓预兆 这些空兆 活现回在我们眼前 之后每一个的世代 在过去的2000年的教会历史 都会看到这些所谓的science of times 或者用一个图表来表示的时候 就可能更加清楚了 一句说话 你今天任何东西都没有吸收到的 这句说话你记住它 一定会帮到你 就叫做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末世 last date already 已经是展开了 already begun not yet 就是说已经继续去逼近这个完全的实现 但是not there yet 但是一定是每一日过去的时候 就继续逼近这个最终的基督的座 所以说到末世的时候 我们说末世 现在就是末世了 末世就是你了 其实真的在圣经里面所说的 the last days 一早已经在了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就是last day 圣经里面所说的 中末 或者the last period 其实就是基督的第一次来 和基督的第二次来 中间这一段的时间 already 就是告诉我们 今天这个世代 就是人类历史 最后的一段时期 之后不会再有另一段 这一段时间 就是最后一段的时间 already 意思就是说 我们已经看到有改变 不像好像以前那样 世界的历史也都不像以往一样 因为这个是the last period of time not yet 也都告诉我们 天国是不断 我们在逼近 到某一日 很快到 趋势到 我们就需要去交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世代的终结 末日何时来 那个eschaton何时来 到底有什么的征兆呢 就是这样 刚才我已经解释了 这些征兆 第一代的信徒 oliver discourse 里面已经看得很清楚 战乱 饥荒 所以我们不要再当 说 那个终末何时到 到底有什么的征兆 让我们看到 science 到底有没有science 好像我们有个check list 我们说science number one and two 已经到了 我们还在等三四五六七等等 其实一早已经到了 耶稣说些什么 第三十节 他说那时 即是说the eschaton的时候 真是他在来的时候 人子的征兆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满足都要爱好 看见人子满有能力的驾云而到 不需要再等征兆 也不需要再look for 这些所谓的science of times 因为耶稣说什么 耶稣如果你再要等下一个征兆 到时已经太迟 因为下一个征兆 就是人子的征兆 science of the son of man 他就会到 到你下一次见到征兆的时候 已经太迟 这样说 第一代的教会 是身处在末世的开头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times 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世代 我们就是在末世的尾声 the end of the end times 再没有时间给我们浪费 每个一日的时候 福音就更加传到万邦了 如果你说第一世纪 in some sense 对保罗来说 已经传到当时所知的世界 the known world的万邦 是不是 我们今天更加知道福音传到万邦 战争不安 战争不安 比以前更加intensify 教会被打压 也都会越演越烈的 中国大陆 今年三月 三月头 开始就实施一个互联网禁令 这些一早已经见到 是the signs of end times 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在代 我们觉得好像靠客 好像令我们很惊慌 我们已经有很多事情害怕了 我们又要害怕疫情 又要害怕这些人 又要害怕那些人 又要害怕死 为什么还要说这些末世的事情 在圣经里面 他提到终末的时候 其实不是要我们害怕的 只不过是要我们警醒 是完全是为了你和我的好处 我小时候在家里 妈妈很多时候会说一句话 她说等你爸爸回来 等你爸爸回来 这句话很有意思 因为有两个可能的反应 第一个就是你会很害怕 为什么 因为你做得不好 有规决 但是等你爸爸回来 其实想你做什么 就是想你悔改 这是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 等你爸爸回来 就是你十分期待 为什么 因为拿了好成绩 等爸爸回来的时候 就一定有掌赏 是吧 做得好 不怕他回来 并且想他快点回来 是吧 到底我们的取态是什么 是对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竞争 耶稣没有停在一个橄榄山讲道 只是在讲这些所谓sign of times 因为你记得下文 我们再有时间会继续处理 我们说起中末的时候 我们就想起 那个避体是怎样的 之后我们会继续处理 避体到底是否合圣经 为什么不合圣经 等等 但是他没有停在橄榄山的讲道 之后你记得 二十四章之后 是讲些什么 好几个的比喻 裁干的比喻 博人的比喻 就是说 主在来会随时发生 你和我都要交仗 十个同类的比喻 中心 博人的五千 二千一千的那些等等的比喻 就是叫我们 我们要交仗 我们要见主面 我们可不可以见主面的时候 上帝说 你真是很善用 我所给你的资源 金钱 你有努力奉献 时间 你有努力去善用 你的财干 你用尽它 就是说 叫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不是一些宗教消费者 你知道什么叫做religious consumer 就是看完之后 我觉得挺好 我很享受 然后我就依然故我 这叫religious consumerism 我们的呼召 是做天国的门徒 是用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财干我们的时间 来到去推进上帝的国度 因为this is the last day 不再有时间给我们浪费 we are at the end of the end of the end times 但是 在这个终末的最后的终末的我们 不会再有时间 去为天国浪费 要把握现在这个最终末的时候 最终末的一刻 在乌克兰 在乌克兰 受到俄斯入侵的时候 大家看到很多新闻 大家看到很多新闻 其中一段新闻 大家应该见过 就是一个的爸爸 这个爸爸做什么 这个爸爸说 他要放下他的太太和他的女儿 自己留下去保护国家 是一个很悲惨的新闻 但对于他来说 this is the last day 不再有时间去浪费 没办法 这个时候不打 就不会再有时间打 所以他愿意留下 我们都是一样 如果我们已经来到终末的终末 请问你 你还有多少时间去浪费 问一问自己 刚才我们说到起初的爱心 是吧 起初的时候 比较一下 起初的时候 可能你对主 对教会 对福音 你真是义不容辞 甘心乐意 多吃力多辛苦 你都肯制 是吧 不用逼你 不用提你 现在 会不会在一些很混乱 很不安的里面 我们起初的爱 我们就不知调了去哪里 如果我们悔改 以免主在来的时候 我们是跟地上的满足 一同哀哭 或是我们主在来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跟祂教授 准备好我们自己 让我们的生命 不再浪费 今天主来 我们说 We are ready We are ready 我们跟心底下留结 上帝我们求你来到警醒我们 让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 我们掌纯 让我们把握我们现在 最后这一段的时间 你都可以侍奉 去推进你自己的国度 去建立你自己的工作 以至你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我们这样祈祷奉 奉主耶稣录立明知 我们